就是這樣, 進入一個暴魚糧 才能大量增加 至於這些只能在深海的水域 才能捉到的魚雷就要靠海外進口 原來在古墨裡面 都藏有靈魂 野比同學, 為甚麼進入一個暴魚糧 是世界數一數二的 其實是因為... 現在已經過了消息的時間 要將注意力放回房本 對了, 你們知道嗎 原來古墨的沙波鴻餐 都有些古老的妖怪 藏在他們裡面的王 有古老的妖怪嗎 說笑甚麼, 大熊 你真的相信有妖怪嗎 其實所有妖怪出現 都是因為人們的恐懼心理作罪 大熊 在現在這個時代 還沒有人用古老的沙波鴻餐 方黎不是被新型電飯煲嚇到嗎 聽到飯煲說煮熟飯 就嚇到拔出個插鬚 原來是這樣的 他回來了 現在連靜香 都不相信我說的話 大熊, 你回來了 激氣 一回來就把我背包亂丟 你這樣會把人丟掉 那又怎麼樣 這麼小的背包 我喜歡丟在哪裡就丟在哪裡 自己身邊的東西 一定要好好珍惜 多虧夢, 你不是我的媽媽 不用你在這裡教訓我 好, 我不教訓你也可以 就這樣讓我背包自己跟你說 妖怪徽章 大熊, 你這麼粗魯 對我太過分了 你知不知道我會很痛嗎 我知道了… 我又不敢了 大熊, 對不起, 這樣就行了吧 以後不准對我這麼粗魯 糟了, 我以後會很小心 你知道就行了, 要記住 怎麼樣?大熊 現在知道背包的心情是怎麼樣了 我明白了 這個徽章真的很厲害 貼了這個徽章 物件裡面就會有靈魂 然後它就會變成妖怪 到完成任務之後就會恢復原狀 沒錯, 我就是想要這個東西 讓我用一下 等一下 慢著 又出錯了, 真是極氣 怎麼每次拉到這裡都會出錯了 正香 大熊 我幹嘛你去玩?你要練小提琴嗎? 不要緊, 你先進來吧 是呀, 原來有一段你拉來拉去都拉得不好 那倒是呀, 會不會是小提琴壞了呢 不如你幫我聽聽好不好 嗯 你等我一會兒 來吧, 請問是哪位 請收速遞 我開門給你 撐一會兒 撐一會兒就嚇了一跳 真是不好意思, 大熊 是送速遞來的 我再拉一次給你聽 對…不是這樣拉 那個琴飾說話的 你拉得錯了 不要耳蛙鬼叫 陰性不正確不關我的事 其實是你自己拉得太差 我小提琴這麼怪, 怎麼會這樣 他是小提琴妖怪來的, 正香 什麼?他是妖怪 我想讓你知道這個世界上真的有妖怪存在 一定要做特訓 今天拉不到正確陰式就不准你休息 這樣怎麼可以 要留點時間讓我們出去玩 你別說話 還在這裡妨礙我就不客氣 大熊, 你去哪裡了? 正香, 對不起 等你練完之後 琴就會恢復正常了 拜拜 來, 快點開始練習 是 玩遙控車要很有技術 要這輛車才能做到這種動作 車子撞爛了 不要緊, 我還有很多遙控車在這裡 小夫 大熊, 別妨礙, 快走開 大熊, 快走開 一大熊, 你不要在這裡裝鬼了 回來 又撞爛了, 沒關係 小夫, 就算遙控車多得玩不完 你也不能這麼速暴來對他們 我喜歡怎樣就怎樣 關你什麼事, 去吧 如果那些遙控車有靈魂的話 他們一定會生氣你 有時候在這裡亂說一通 遙控車又怎會有靈魂 不過事實真的有 誰可以這麼粗糊塗我們 媽媽 你記住, 以後要好好珍惜身邊的東西 知道嗎?拜拜 不要 小夫這麼快得到報應真可憐 人人奇吧, 大熊… 好痛 大熊, 你走路不眨眼, 小心點 我剛才買了這個全身卡拉OK機 萬一撞爛了怎麼辦 我是什麼 我為什麼要避免我 看起來挺有型的 好, 就跳到我的耳機上面 讓我做到他的手判名曲 人人奇, 很難當我 不要再唱了 會說話嗎?這個耳機真不錯 不要再唱了 我寧願死也不寧願聽這麼恐怖的歌 什麼?太可惡了 我寧願死也不寧願 拜拜 那個大熊究竟在哪兒呢? 要我說多少次才知道 從頭再來一次 是 真是離譜的 這麼膽敢連靜香都弄了 夜比同學 你這麼糟糕 難道我認錯了人 還以為是夜比同學 終於弄到他不吵了 極氣, 讓他弄得我一頭煙 伴父, 看不看大熊 大熊 是這樣的, 大熊那個壞人 這樣… 原來…原來是大熊搞鬼 可惡, 是他貼上這些妖怪徽章 弄得我們一頭煙 一定是A夢的法寶來了 大熊那個壞人, 我要教訓他 我不會輕易放過他, 看著你 大熊, 你剛才居然敢弄我 看看, 我全身都是車癢 是因為你才會弄成這樣 那是因為你們不珍惜身邊的東西 他們才會變成妖怪 你還好說 大熊, 你走我, 大熊 大熊, 你開玩笑嗎?不走才行 大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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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糟了 整天站直了, 真是很累的 很久沒試過這麼舒服的運動 真是舒服 怎麼辦, 真是麻煩, 大媽 那個大熊真是靈魂, 要讓它們變回原作才行 越來越大了 大蟹夢, 怎麼跟大蟹夢說好呢 夜比大熊 要怪大蟹夢 你整天搞出那麼多麻煩要我收拾 救命, 我要教訓你 妖怪, 救命 現在連大蟹夢都變成妖怪 大熊 你快點過來坐下 老師告訴我 你上課的時候看其他書 是不是這麼大膽? 是不是? 還有, 你看看你的測驗成績 麻煩你給點心思讀一下書 不要經常要媽媽在這裡擔心 夜比同學, 你到底有沒有認真聽老師說話 很可憐 不要好讀書, 那怎麼行 你不認真上課, 那怎麼行 不然媽媽, 你的背部都被人貼了妖怪徽章 你說甚麼?媽媽正在教訓你 你認真一點, 好嗎 媽媽的背部根本沒有貼妖怪徽章 看來大熊呢 他怕媽媽和老師比害怕的妖怪 連我扮成妖怪嚇他也沒那麼害怕 你不認真